你是介意她没考过驾照 还是介意她把驾照给熬黄了 也都不介意 我就是说她 一个例子是吧 太能磨叽了 但是我们已经出来了 高高兴兴看完电影就OK吗 那怎么会高兴呢 她就是一直唠叨 一直讲这件事情 搞得你就是两个人不愉快 对 电影也没看成 我走了之后 她现在就是追也不追你 她现在就是 你觉得她默不关心了对吧 对 也不在乎你 也不是不关心 她以前那个结婚之前 搞这种离家出走的事情 太多了 动不动就失踪了 那以前你怎么去找我呢 现在就 以前我担心你啊 我说你是个小孩 我担心你啊 你现在长大了 你问都不问我一下 问你 你也不回我啊 她刚才这回答特有意思 现在你长大了 以前你 你觉得 你觉得她什么时候就长大了 她结婚了不就长大了吗 好 明白了 那你们家闺女算小孩吧 闺女算小孩 对 但是你夫人可说了 你对孩子也不好是吧 对啊 说说吧 怎么对孩子不好 她就是在家里就是玩手机 小孩有时候想跟她玩一下了 她就丢一个平板电脑给她看 两个人一起玩 这个不能说我对闺女不好 我闺女最喜欢我了 回来就抱着你不放 所以我就有时候你说时间长了嘛 就有点烦 不然打发她呢 我就给她整了个平板 因为我平时就是看电脑啊 干嘛要管着她嘛 这样不能 那样不能 她就是不管什么要求 她都答应 她也不想想对眼睛不好啊 是不是 一点都不刷新 那她就什么学点东西啊 她的寂寞啊那些啊 是不是 对她自己那些也好一些 她对女儿的陪伴方式不对 是吧 对 她陪吗 陪伴的也少 怎么也少呢 我每天不是她出去玩吗 你哪里 就是我要求她 我要今天带我们出去玩一下 她就会去一下 我没有要求她就不会去 你就觉得她不主动 是吧 对 你还脾气那么大 你还打人在家里 我还懒得讲你的 谁打谁啊 她打我呀 老子我这个脸都 一个星期不能出去见人 她第二天就跟我讲 哎呀老公啊 昨天我真是对不起 一般我就是性格啊 别人都说我的性格 平时还是比较好 但是一般不是 你是对人家比较好 对我比较苛刻 知道吧 你是不吵啊 你不是把我脸得 你给被毛了 我才就是有点感觉 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也不会做得很过分 就是那一次 也许就是可能 随便弄一下 可能是手指甲 可能是抠到了 把这个皮抠破了 出了点血 她就一直记得这一回事 她也都会道歉了是吧 没道歉没道歉 你不说第二天 她跟你说对不起了吗 咋样的对不起 她不是发自真心的 是我要求的 你也够较劲的了 你们俩今天说的最多的 就是都是我要求的 是吧 好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 不做家务 对 你不做家务也好 她也不珍惜 别人的劳动成果 你把家里 刚刚搞得干干净净 我们睡觉了 她就是在家里 也喜欢喝点啤酒 喝了啤酒吧 也喜欢配点花生啊 花仔啊 喝的一地都是 她也不会扫一下 感觉人好累 对 你累我还累 我还怕你家打人呢 晚上 还有就是近段时间吧 不是 等等 你先别说 谁家打人 她打人了 她动不动踹你两脚 踹我两脚是什么 你自己清楚啊 是你踹我呢 我知道啊 我跟你前面不是讲吗 她有个习惯 就是喜欢喝酒 一喝了酒了 她就回来 就想找你说话 她不管你是不是 她就是吵你 吵到了之后 我就只有 我忍不住了 我只有 只有两脚 把她踹下去啊 对不对 她就说 我就踹她 我打了她 我这喝了酒 我一步都闹事 二步骂人 我又不跟人家扯蛋 我跟你说话 怎么不行 你不闹别人 你闹我呀 那我是闹别人 闹家里人啊 那就闹别人 跟着不合适啊 他们俩的话都是对账 我喝了酒 我没闹你 我只想跟你说话 老婆说 你是不闹别人 你闹我 老公说老婆也是一样的 你是对别人好 对我可不好 还有近段时间 就是特别闹我输不了 前段时间就是 我娘家是农村 要输稻谷 现在她也在家里 时间比较多嘛 我也现在没上班嘛 带小孩 这样回去帮下爸妈嘛 我就要她回去帮我 她就是不肯去啊 我不是不肯去 我说了 那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腰痛 做不了那个事 第二个呢 那个龙后我没干过 我说了 我愿意出钱 给他们找人来弄 你没干过 你像我们 残爱到结婚来 十年 可以守得清 去过几次 不在意 五次没有 每次去 她就是理由 就是不去 感觉就是 对我们娘家不上去 也感觉有点嫌弃 这怎么又成了 嫌弃上面来了 我感觉 你就是感觉 说白了 你觉得在娘家 也没什么面子 对啊 特别是过年 回去的时候 别人看到 又是一个大箱子 抱一个小孩 时尚还要提点东西 她说你老公呢 怎么样 我说她没时间 只能这样讲啊 没有时间回去 春节都不回家 去过一次两次 我说了 你妈妈那边 一帮她买个房子 买到这个城里面来 现在没买啊 住在那个山里面 是不太方便 有时间明明是没去过 她那个山里面 是确实不太方便 车都到不了 必须要走入 深山里面 那这去的才有意义呢 车能到的地方 去不去也无所谓了